我们来观战一下顶级女图皇 这个女巫是个小姐姐在打 是受到职业级女巫啊 杨宗星的认可的这么一个女巫 遇到易森184星的勘探员 这把穷者的阵容其实很好啊 这套阵容都敢掏女巫打 这个阵容说实话掏女巫是有可能要坐牢的 他们这套阵容够扎实 救人够稳 有一定打架能力 牵制能力也够 上来抓看太元 来我们镜头给到 这边易森 易森呢确实是这个阵容里面最值得手抓的 相对来讲这三个人啊 应该是看太元会最好抓一点 杂技三颗球 调酒师但凡喝个酒 女巫就炸裂 一个地毯加速啊 前面有没有一个电击加速什么的 要给个加速有没有 没有的话交磁铁 这个磁铁不交 进板了 抽到没中 这波没有选择一个过板刀 那看太元进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强的点 我觉得这把女巫已经炸了 这开局女巫就已经炸了 这局女巫想翻盘很难了 放狗开第一刀 即便是顶局女巫 我也不觉得这个局能翻 最多最多是个平局 最多最多是个平局 这边来偷袭这个佣兵 属性图给佣兵转手打控场 这个分段你想控 想打乱穷者的节奏不容易 这个阵容你想控 想打乱穷者的节奏也不容易 这个分段的穷者 他们对于这种打乱 节奏的一个 骚扰吧 应该是见多不怪了 然后呢这个阵容又有个调酒师 你在过程当中真的去打一刀 蹭一刀 把穷者的状态消耗下去呢 穷者这边可以利用这两瓶酒 来快速的回起这个状态 所以说基本上不具备有控场翻盘的可能性 应该是无了 这个我已经想不出来该怎么打了 就这个开局 这个第一块板子 勘探员进去 你无那刀没打中 就已经拉崩了 这就是高分段 高分段 穷者这边没办法打了 而不是 监管这边就没办法打了 这边信徒还帮忙消了 再过来 切闪 磁铁一身啊 你是真的不懂得连香惜玉啊 就要溜到天荒地老 这边傭兵是去找调酒师喝酒了 控不住啊 控不住啊 就本来呢 你比如说这边没有调酒师啊 你这边比如说 过来去骚扰一下呀 什么一下 蹭一下打一下 然后慢慢的 对吧 中间一波节奏压住密码机 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这个阵容我觉得不太有可能 打到调酒师调酒师喝口酒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这边把看待员的信徒消掉 被迫挂佣兵 挂佣兵那不是爆了颗炸弹吗 对不对 挂佣兵不就是爆了颗炸弹吗 就这个游兵 怎么办 挂上 救下来自带搏命 然后比如说调酒师这边 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调酒师加速酒拉开 把这个血回上 这调酒师还相当于是个无伤救人 机子能抢掉吗 主要现在观战看不到这密码机的进度 还差了5% 外面的话看待员这边 机子够了 杂技的话把中间的机子补掉 这个机子 无所谓了 等到杂技过来救人就好了 我看你怎么打 你底牌都切了的 这个机子 求着 这边外面重新起了 真的是一点火路不给 我们想想看这个局怎么打 能出现个平局 震慑 震慑能出现一个平局 震慑能出现一个平局 一把机压好啊 这局都有可能四跑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一个信徒不够 他的信徒 可能只有一个寄生在佣兵身上 佣兵三 佣兵三护臂 但凡一个闪现不小心 但凡一个闪现不小心 这个局就是个四跑 选择回头去找这边的调酒师 找调酒师 这边佣兵是已经跳走了 调酒师这边的话 中场的地窖 看着佣兵先把信徒拉走 队友都走了 调酒师这边回头 哎呀回头不太好 跳地窖会更好一点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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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